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骨骨折的情况 2.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 3.您经常连续三个月以上服用科蒂松、强蒂松等激素类药品吗 4.您的身高是否降低了三厘米 5.您经常过度饮酒吗 6.您每天抽烟超过20只吗 7.您经常患立即复现吗 8.女士 您是否在45岁前就已经绝经了 9.女士 出怀孕以外 您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吗 10.先生 您是否患有阳位或者缺乏性欲这些症状 9.以上这几个问题如果有任何一道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9.您就有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了 9.赶紧跟着小关一起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的治疗以及预防吧 9.如果您喜欢小关希望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9.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9.感谢大家 9.骨质疏松其实是一种代谢性骨病 9.是由于骨量降低 骨组织微结构被破坏 骨脆性增加 9.让骨头里面的结构缝隙越来越大 骨骼变得越来越脆弱 9.并引起驼背 全身疼痛 骨折等情况 9.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讲 这个病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 9.主要多发于绝经后的妇女和老年男性身上 9.而这几年因为大家对这个病认识在不断提高 9.加上年轻人们那些改不掉的生活习惯 3.40岁的人出现骨质疏松 或者是有骨质疏松风险的人正在逐渐增加 9.那人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呢 9.主要就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9.首先 遗传 9.这个天生的因素小关就不多说了 9.其次就是自身有影响骨骼代谢的疾病 9.或长期服用影响骨骼代谢的药物 9.这类因为自身疾病或药物引起的骨质疏松的情况很少 9.而且要改变不是光靠个人努力就行的 9.最重要的是还要医生的知道 9.所以说啊 大概率引起骨质疏松 9.就是年龄增大 绝经 以及个人生活习惯了 9.说到这里 小关要特别提示一下 9.50岁以上的女性有这些症状就可能骨质疏松了 9.因为目前来说 60岁以上的人平均10人就有4人可能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9.而50岁 尤其60岁以上的女性则是骨质疏松的主力军 9.所以对这部分女性来说 除了上面这些自测的食道体外 9.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骨质疏松的症状也要注意 9.比如背痛 骨质疏松引起的背痛与腰间盘突出 9.扭伤等表现有所不同 那就是在活动或弯腰时疼痛会加重 9.休息后会缓解一些 9.严重时疼痛感会从背部扩展到全身 尤其是宽部和下肢 9.这种情况在老年人 特别是老年女性中很常见 9.再比如身高变矮 10.很多人都觉得老年人老了 身高变矮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9.但如果两年内身高降低2厘米 或者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4厘米 9.那可能正是骨质疏松的症状 又或者是驼背 9.可能年轻时不驼背 但随着年龄增大 却有着明显的驼背 9.这也是骨质疏松的明显表现 9.这种驼背多数情况是因为骨质疏松让多个锥体压缩性骨折了 也表明骨质疏松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此外 整体活动能力降低 注重口腔卫生 但还会掉牙齿 与温度无关的怕冷等等 多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些早期表现 其实啊 人的骨骼健康与否主要跟骨量有关系 也就是骨头内的组织 包括骨矿物质钙 磷 和骨胶原 蛋白质 无基盐等含量 一般来说 人的骨量会在20到30岁左右达到峰值 被称为峰值骨量 而在30到35岁 骨量会缓慢下降 绝经后女性当中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会高达三分之一 到65岁以上 这个比例会增加到二分之一 因为女性在绝经后 骨量开始快速下降 一直持续到65岁 65岁后保持缓慢下降趋势 这是绝经加年龄增大的共同作用 同样的 男性也跑不掉 男性在65岁以后也同样会经历熊激素水平的下降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也会明显增加 这同样也是激素撤退加年龄增大的共同作用 那关于骨质疏松会不会发生 这主要取决于成年期前获得的峰值骨量的多少 和成年后的骨量丢失速度 换言之 就是年轻时的峰值骨量越高 即使年龄不断增大 发生骨质疏松的时间也就越晚 程度也就越轻 另外 如果放慢骨量的丢失速度 也会延缓自己的骨质疏松的时间和程度 如果有得骨质疏松的风险了 就要积极配合检查以及治疗 治疗主要分为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两方面 基础治疗包括饮食健康 维生素D和钙的补充 合理运动以及预防跌倒等等 在整个骨质疏松的治疗效果当中 能够占到大约20% 剩下的80%需要靠专业的抗骨质疏松治疗药物 且相关药物需要在内分泌代谢科 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骨质疏松的治疗是长期的 仅靠一次两次的短期用药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骨质疏松患者 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治疗 才能获得更好的疗效 另外各位官友们多半听说过 某些生活习惯也许可能 大概会导致骨质疏松 对于没有遗传 没有疾病 没有服用相关药物的人 如果有以下这些生活习惯 100%会加快骨量丢失的速度 让你的骨头更脆弱 习惯一 常喝咖啡 浓茶 碳酸饮料 大量饮用咖啡 浓茶 碳酸饮料与钙流失 骨密度降低有一定关系 其中 咖啡和浓茶中的咖啡因 可能诱发骨中钙的流失 降低骨密度 而可乐类碳酸饮料中大量的磷酸 会打破日常饮食中的钙磷平衡 导致骨密度降低 不过并不是喊大家完全戒了 毕竟很多人都做不到 而是应该控制喝的量 比如咖啡一天不超过三杯 喝茶可以泡淡点 至于可乐嘛 毕竟还会长胖 更要尽量少喝 而对于已经确诊的骨质疏松患者 不要想到偶尔抿两口没事 应该多想想骨质疏松身上那种痛 就忍得住了 习惯二 外卖点得多 外卖点得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咸 高盐饮食过多 那会抑制胃肠道对钙的吸收 并可能会导致尿中钙的排泄增加 而引起骨质疏松 同时您家或者公司周围 想吃的外卖就那几家 想吃的就那几样 长期这样吃下去 就非常可能因营养不均衡 而引起骨质疏松 需要注意的是 长期素食也会缺乏营养 一样也可能引起骨质疏松 习惯三 不运动 刚才小关有说过 要想你的骨质疏松来得晚一些 缓一些 就要在30岁之前增加峰值骨量 在30岁之后减少骨量的流失速度 而运动尤其是负重运动 就是增加峰值骨量和延缓骨量流失的 有效方法之一 当人的身体处于不运动 少运动或者一天都不怎么动的状态下 大脑就会认为你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多骨量 会让骨量渐渐流失 而骨质疏松就可能更快找到你 习惯四 完全不晒太阳 完全拒绝和太阳的接触 会阻挡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过程 导致钙不能被人体充分吸收 而加剧骨质疏松的发生 建议在户外光照较强时 选择10点到16点以外的时间 去晒个20到30分钟就行了 在这里小关也要提醒一下爱美人士 不要涂防晒霜晒太阳哦 涂了防晒霜是完全不能够合成维生素D的 只要是15的防晒指数 就可以阻挡99%的维生素D合成 所以防晒和合成维生素D是绝对不能兼得的 如果实在怕晒黑的话 可以用口服的维生素D制剂来补充 这也是很安全的 习惯五 永恒的差评选项 抽烟和喝酒 吸烟会引起骨吸收加快 进而引起骨量流逝加快 同时会引起肠钙吸收下降和女性过早绝经 过量饮酒可以使皮质醇分泌增多 尿钙排出增加 肠钙吸收减少 长期大量喝酒的人性腺功能减退 更容易遭骨质疏松 所以啊 无论你现在是几岁 现在就开始预防骨质疏松吧 每天早晨起来给自己热一杯牛奶 大晴天的时候要出去晒晒太阳 有条件的话最好能配上钙片 合理安排好自己的饮食 希望各位观友们都能拥有健康的骨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友们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